第一個 頭皮發麻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跟各位解釋 你就明白什麼叫恐慌症 第一個 恐慌是一種焦慮 而焦慮屬於自律神經失調 自律神經大家知道分兩部分 焦感跟副焦感 焦感就是讓瞳孔放大 血壓上升 血糖上升 是緊張焦慮的時候 所induce的一套神經系統 那 副焦感就是焦感的結抗面 那基本上 所謂自律神經失調裡面 就包含了焦慮 焦慮的極致就是恐慌 那恐慌簡單來講 它是一組在生理學跟心理學的一種 恐懼反應 有概念了 恐慌就是一組在生理跟心理學的恐懼反應 那各位當我講到恐懼的時候 我就要從最簡單的 對開始操環環漏 操環環漏 跟你開始會怕 跟你走到死 這樣 聽到嗎 它是一組從你從掛心 擔心到放不下心 可是如果你放不下心的事 是你狠 最擔心的 最恐懼的 那當它累積在潛意識 它就會引發所有生理心理的 關於極度焦慮的恐懼的反應 它叫做panic 那panic分 attack and disorder 那disorder就是 各位 diss就是 相反的意思 order是什麼 規律嘛 所以disorder就是一個 已經造成恐慌發作 造成你的一種 身心的障礙 你已經恐慌發作到 你不敢出門 恐慌發作到 你沒有辦法工作 恐慌發作到 你的正常社交人際關係 必須要改變了 它已經造成你身心的一種 痛苦折磨 或是handicap 叫障礙 各位 什麼叫障礙 你已經到不敢坐飛機了 已經到你必須要吃藥了 你已經連續一個月 每三天跑一次急診 然後怎麼查 都查不出病 以為是心臟病發作 以為快要中風 以為血壓高 到醫院一糧都180 回家糧都120 然後到了醫院 就覺得都很好 心電圖什麼都很正常 除了輕微的 二肩半脫垂 除了輕微的心率不整 除了輕微的tachycardia 心率比較快 沒有任何心臟的重大疾病 可是回到家 你主觀上覺得 你已經要死掉了 你覺得自己隨時就要死掉 所以各位記得這四個字叫 嚇得要死 或嚇出半條蜜 聽懂沒有 人在受到驚嚇反應的時候 會嚇得半死 你沒有死 但是卻剩下半條蜜 我給你嚇到要死 有嗎 各位 嚇到要死 嚇到死 嚇到要死 聽懂了吧 我給你嚇到要死 因為最嚇的 嚇到要 所有的嚇 最嚇就是嚇什麼 嚇死而已哪有什麼 嚇死而已哪有什麼 你人生嚇到要死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所謂的恐慌 最後會不會連接到死亡焦慮 會 因為嚇到要死 因為嚇到要死 所以人世間我們所有到最後 所有的恐懼歸根 究底 他到最後是死亡焦慮 各位 什麼死亡焦慮 第一個 你的自親好友 你最愛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兄弟姐妹 你的伴侶 你的小孩 你會怕他們死掉 會嗎 說不會嚇手 有可能 你最愛的爸爸媽媽 爺爺奶奶 你的伴侶 你的小孩 你的孫子 各位 為什麼生病的時候你著急 為什麼出車禍的時候你睡不著覺 你最後是不是怕他死掉 到最後你會不會怕自己死掉 會 所以所有恐慌的 從Panic Attack Panic Disorder 它最後會連結到一種 死亡焦慮跟恐懼 但是各位 在這之前 所謂的驚嚇恐懼 有各式各樣的 生理跟心理急轉 舉例來講 比如說小時候我媽媽就會跟我說 小時候我們不是 媽媽你看這個今天滿月喔 媽媽馬上一句話 手不可以吃過牛 我說為什麼 補妹仔 被人掛掉 我在香蕉你個拔蠟 有沒有 小孩子不可以伸手指月亮 因為手指耳朵半夜會被割掉 各位 這個孩子如果真的相信了怎麼辦 然後以前如果 街坊鄰居有人辦這個 喪事有沒有 那些人別看別看 不能看 為什麼不能看 他去怕到 是你怕我怕 我就不怕 你是在在怕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有沒有恐懼 靜忌 害怕 各位明白嗎 從小到大 我們有這麼多的害怕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害怕的還少得了嗎 所以 在恐慌的部分 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這類的症狀 從你的失眠 焦慮 憂鬱 從你的強迫 到你的緩樂 到你的緩樂 你的擔心 所有這些東西 都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在累積 而且現代 我剛講 人的生活步調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所以恐慌的病例跟症狀越來越多 好 我們一個一個跟大家談下來 第一個 頭皮發麻 再來 頭暈 不知道為什麼 天旋地轉 這次出不了門喔 各位知道 頭暈是很恐懼的 頭暈是很恐懼的 你會覺得天旋地轉 有些是真是走路不穩 會害怕 因為你失去平衡感 再來 心悸 心率不整 胸痛 胸悶 胸痛 胸悶 各位 真的嚴重的心悸 你是當下這一秒鐘 就覺得你的心臟要停了 那種感覺 跟心臟病發作的人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很多恐慌發作的人 都是被當作心臟病發作 重進急診 最後醫生告訴你 不要再來了 不要鬧了 你就跟他講 我的心臟真的很嚴重 他跟你說 心戀徒就沒事啊 一定有問題 我都快要死掉了 怎麼會沒事 各位了解嗎 這就是自律神經失調 因為跳兩下停一下 你說有沒有事 蛤 有事 當然有事 各位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我自己是醫生喔 我那時候我自己心悸發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幾乎百分之百確定 我心臟有長東西 然後開始在我腦海裡 翻以前心臟科的教科書 心臟會長什麼 黏液流 還是怎麼樣的東西 還是其他的內分泌細胞流 還是怎麼樣 我開始在我的腦海 開始做鑑別診斷 還是有什麼 這個主動脈剝離 還是心臟裡面有什麼東西 各位 那時候我真的相信 我的心臟有問題了 就是直接想叫救護車 因為已經快要 覺得自己快死掉了 尤其是各位 在我們的社會 有多少新聞 是因為心臟病 突然發作死掉的 多不多 很多 很多 各位 每次報紙一打開 心臟病發作 三分鐘內來不及送醫 有沒有 心肌梗塞 一下就走掉了 各位那個恐懼 真的不可言喻 心悸心慾不整 胸悶胸痛 再來呼吸急促 吸不到空氣快要自息 快要自息 有時候 當你們在一個很狹小的空間 你覺得自己吸不到氣 你們試試看 比如說 我之前跟大家講個故事 比如坐電梯 我是你們擠捷運 台灣的捷運還好 聽說大陸跟這個 上海跟北京的捷運 這個 聽說更擠 我一個學生講 擠到那個手機放在 褲袋裡面 拔不出來 拔不出來 那個擠會讓人整個覺得 panic attack 恐慌的襲擊 覺得吸不到氣 那恐慌的吸不到氣 跟那種 一般我們講其他的 吸不到氣不一樣喔 恐慌的吸不到氣 是要用紙袋套住 讓他去吸他呼出去的空氣喔 不是給他氧氣喔 各位 很多恐慌發作的人 一進急診 不是給氧氣喔 他是氧氣太多 因為hyperventilation 過度換氣 把二氧化碳都呼掉了 這時候是要快速的 讓他累積二氧化碳 才可以降低症狀喔 所以恐慌發作 不是要給氧氣喔 那是錯誤的做法喔 所以恐慌發作呼吸 換氣過度的人 進急診 不是給氧氣 是給一個紙袋或塑膠袋 套住口鼻 讓他 鬆鬆的啦 不是整個套死啦 不然人被你被你窒息死了 讓他吸他呼出去的空氣 這是面對panic attack的時候的一個做法 還有就是 讓他能夠鎮定下來 剛講吸不到氣 隨時快要死掉了 那手腳無力麻痺 甚至有時候手會驚軟 然後手抖冒汗 害怕自己失去控制 恐懼自己突然死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失去現實感 突然旁邊的人變成黑白的 這個世界突然變得不真實 突然變得不真實 當然這跟呼吸減中毒 跟中樞神經的一些 感覺是有關的 可是這是恐慌的典型症狀 那各位你看完這些症狀 其實你會發現 那是一個人在驚嚇的時候 所呈現的生理跟心理 但是各位 你自己著怕 你敢知道你著怕 你去刷到 你敢知道你去刷到 你不一定知道 以前我跟大家講過一個故事 我媽媽的故事 對吧 有一次我爸爸的一個朋友 往生 那我媽媽就說好像好朋友 那我媽媽就說自己念佛 念了二三十年 應該有點功利吧 然後就跟人家說 我想看他最後一眼怎麼樣 然後人家跟他不要 我媽說我沒關係 我有都有在念佛 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沒有自知之明 他就說他要人家看看 後來看了一下 人家就掀開讓他看 結果回去 就刷到 各位 當你刷到 當你被受到驚嚇 你知道嗎 所以恐慌的人 我常常講兩件事 第一個不要去醫院 不要探病 第二個白包 都不要去 因為你自己是容易受到驚嚇的 你不知道 所以以前傳統的人 回家都要洗褲子有沒有 其實就是驚嚇反應 以前我在台北市的療養院 也有所謂的急性精神發作 就是參加完上禮 然後陪著到山上去土葬 有沒有 土葬完回來馬上精神失常 為什麼 刷到 刷到 其實就是你的內心受到驚嚇 那為什麼探病會受到驚嚇 因為各位 這個人前一天 還跟你在上班有說有笑 第二天突然死掉 你覺得你會不會被嚇到 會啊 你會有很多驚嚇反應喔 那以前我們的傳統還有生驚有沒有 兩百塊生驚有沒有 各位 現在 你們受到驚嚇 你們都怎麼處理 來你們怎麼處理 啊 我告訴大家都沒有處理 以前你還會初一十五去廟裡面拜拜 有沒有 現在你大概一年去拜個一兩次而已 以前受到驚嚇到處街頭巷尾都有收驚的有沒有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這樣的一種受到驚嚇的日常生活當中無時無刻 你可能都在受到驚嚇的過程當中 但是卻沒有人跟你受驚 你知道我意思齁 以前還有很多民間習俗 還有我們可知利用的很多的管道 讓我們可以 壓壓驚 現在沒有了 而持續讓我們驚嚇的 各位 電視一打開有沒有驚嚇 你每天你也刺到要死 你現在走在馬路上 都覺得底下會不會氣爆 我聞到瓦斯味快走 有沒有 各位 你現在聞到瓦斯味 第一一定是趕快逃走啊 馬上打電話給119 欸 這邊有瓦斯味等一下會不會氣爆 各位 現在在生活當中 我們不斷地受到各式各樣的驚嚇 可是 我們卻沒有像過去一樣 行之有年的 一個社會民俗的一種 收驚的反應 所以各位你們以前一直以為 收驚不科學 我告訴你 收驚科學的要命 很多我的個案來看恐慌症 我除了開藥 都問他要不要去收個驚 但是我跟他們沒有企業合作啦 各位 如果你是相信收驚的那一套 你去收驚會有用 會有用 讓你安神 明白嗎